有沒有說哪一隻其實都值得繼續拿著 哪些都是等反單 好像Amazon一樣 看位置就沽了它 嗯 其實你選的其實沒問題的 譬如可能你說 因為你剛才有說過幾隻 有Amazon Google Google Tesla Tesla ABNB 小鵬 ABNB 小鵬 其實你選的都是大陸的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市場不遷就 就是說有沒有再選好一點 可能你說 我自己會覺得可能 試一下將Tesla 減少少 就是不要那麼大一個Beta 就是不要那麼快 因為你怕去Tesla那裏 突然間說裁員 接著很悲 然後他隨時 Elon Musk 可能就突然間 不知道什麼事在Twitter上說 就說些什麼 就是你怕那些 所以你減風險 我建議就是 因為假設抽期向下 減風險是一個正常的做法 那你減完Tesla的時候 減了波幅之後 那換去哪裏 我可能 如果都假設真的要減美股 可能我自己覺得是要買少少少SQQQ的 就是hash風險的 就是對沖 如果你說我不想買淡 我想買一些實力的東西 我會建議你買一些負荷敵角的東西 就是可能換少少在Apple和Microsoft那裏 因為其實這些是 就是老實說真的 他比外面的投資者還富有 所以你跟著他 他應該是沒有東西的 就是沒有事的 他不會加多少息都好 其實他都不會死的 那只不過是 那我覺得可能你會換去這些 那如果有一天 假設真的那些投資者沒有事 就是有一個實力 那可能這些就會是 嚴重被低估了 簡單來說 那他的價值回歸就會快很多 所以現在變成要選擇那個實力 就是看那個平衡圖裏面 哪有一個負荷的負荷 那你需要考慮一些舊經濟股 就是加少少下去呢 就是他的提問 如果你說究竟是 我自己覺得就 可能譬如JP Morgan 高盛這些 JP Morgan 高盛這些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他們會跟著那個週期走 都是屬於週期性股份 那如果你加息 其實這些都 雖然說那個revenue可能會上升 但是他可能 都是處於一個上落 range trading那裏 那又未必說 可能如果市真的要回升 他們未必會先選這些股份 是的 還有他們 你很看他的造成怎樣 他們是厲害的 就是說如果在全世界 例如銀行界 你說JP Morgan 加高盛 他們投資資源放在Fintech 然後他們那班人是很aggressive的 就是他們的model是ok的 但是奈何 可能大家不夠錢買東西的時候 他們未必是第一批可以選到的 就是說如果你說上水 才未必先選JP Morgan 是的 ye 你 我